全球疫苗接种正在进行中 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警告 目前全球只有不到10%的人 具有新冠病毒抗体 按照现行速度 要让全球75%的人口 都接种一款两剂型疫苗 达到全球群体免疫的目标 将耗费4.6年的时间 而至于在国内部分 指挥中心则表示 我国预计10类优先接种的族群 占总人口数的65% 所以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要到明年初左右 想拼边境完全解封 各国都想加快疫苗接种的脚步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警告 目前全球只有近10%的人口 有新冠病毒抗体 要达到全球群体免疫 还言之过早 会有疫苗安全疑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疫苗接种率 不可能会达到 非常理想的一个地步 国内专家预估 最少得等到七八年后 才能摆脱大规模疫情的骚扰 看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表示 现阶段全球约有78亿人口 其中将近1亿1500万人染疫 估计目前只有不到10%的人 具有新冠抗体 想要达到全球群体免疫 得要有75%的人口 都接种过一款两剂型疫苗 才能达成群体免疫的目标 但各国取得和施打疫苗的速度不同 恐怕得耗费4.6年 至于在国内的部分 指挥中心则表示 我国预计时类优先接种的族群 占总人口数的65% 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要到明年初左右 但剩下的35% 包含18岁以下的民众 何时可以开打 仍有待评估 未来再加上说 如果我们国内的疫苗厂 也都有这个紧急授权可以生产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针对 后续的这剩下的35% 来继续的加强 我们可以都完全提供的话 那当然要民众来踊跃来施打 至少希望明年中 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明年中台湾能不能达到 一定程度的接种率 恐怕还有待观察 记者送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